243. 當代生活報 廣西旅遊服務技能大賽開賽 2015年7月22日生活社區十二苗例生活報記者苗例本報信7月21日 2015年中國技能大賽廣西藏族自治區旅遊飯店行業職業技能大賽在南寧會展中心珠錦花廳開賽 來自全區十四個城市的代表隊將在這裏進行為其以天的旅遊服務技能大比拼 據悉 近年來廣西旅遊飯店業信蟻發展 升級飯店總量已達到466家 為我區的擴大開放、招商引資、改善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但是 由於廣西飯店業的建設、管理、經營起步較慢、起點較低、升級飯店之間良有不齊 不少飯店存在著從平定、輕培訓、從硬件、輕軟件、從經營、輕管理等現象 此次大賽由自治區旅遊發展委員會、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自治區總工會共同舉辦 以展風采、樹形象、速服務、求發展為主題 指在促進我區旅遊飯店業健康、科學、可持續發展、進一步塑造文明服務的行業形象 培養愛綱敬業的職業道德、激發維煉兵的持久熱情 全面提升我區旅遊飯店的整體素質和服務水平 昨日,來自全區十四支代表隊的七十二名選手 分別在中式鋪床、中餐宴會擺台、西式擺台、雞尾酒調製等各自的拿手工種中展開了激烈各族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